妈妈的歌声 经常在我耳边萦绕 这是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 古语云 宅者 人之本 住进老房子时我才七岁 童云 外面 深山之后 童云 rost 童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从这里出发 迷茫青涩 读完了中学 我从这里出发 远走他乡 读完了大学 我从这里出发 带着理想 走向了社会 然而 历史的车轮行进起来悄无声息 当我们默然回首 总会惊讶地发现 他带给我们的 是这样一条深深的折印 房屋于个人而言 从不只是一座冰冷的建筑场所 更是一种情感和精神寄托 它是一架通往温暖生活的桥梁 是心灵的气息之所 对我来说 从家到学校的距离 是一座座山 一座座桥 是父亲的背影 是坐望都想拥有的自行车 我骑着这辆自行车从农村进入城区 经历了待业 镇政府 汽车制造工厂 研究所和设计院的变迁 完成了人生的蜕变 游车后 我经常和家人说 这是我十年前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如今时代的脚步让我们一步跨越十年 仰望太空 中国空间站已经开启有人长期驻留新阶段 俯瞰大地 复兴号高铁列车已经驰骋到青藏高原 透视地底 几百台中国造动购机正在奋力绝境 探离深海 奋斗者好载人潜水汽 万米海沟成功探底 从产销量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 到5G手机 智能家电 服务机器人 而我 骄傲地成为了一名汽车工程师 当前 全自动化作为生产型企业 推动工厂智能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 面对工厂招工难 原材料成本持续上涨 以及个性化需求日益凸显的背景下 降低对工人的需求 提升生产线的柔性化和自动化生产能力 以成为推动工厂全自动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我们在积极制定未来黑灯工厂规划及建设方案 进行未来新能源产品布局 总体规划分布实施 我眼中的新时代 是人们安居乐业 从居者有其屋到居者有其房 如今的住宅 是父母被苦尽甘来的养老居所 是人们出走半生的心理皈依 我眼中的新时代 是智能出行 从自行车到汽车 是社会变迁的缩影 更是我们这个时代进步的见证 带着希望与梦想 带着家人 驶向美好的未来 驶向更美好的新征程 我眼中的新时代 科技突飞猛进 中国制造 正加速迈向中国制造 新时代青年 发扬优良传统 用担时代使命 将个人梦想 融入强国梦想 为中国制造 注入青春动能 我眼中的新时代 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敢于创造的思想观念 追求进步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软易进去的精神状态 奋力书写绵羊的崭新未来 隔离 走进新时代 不好好 wheelie 包小People 走进那新时代 我们唱着不放红